大家好欢迎观看我们的每周 360 节目 在这一期的节目我们同样的也会带来过去一周的精彩新闻 第一则新闻就是 Mercedes-AMG 的 C-45 车型首次现身 其实在之前 Mercedes-C-Class 有一款入门级的 AMG 车型 也就是 C-43 AMG 这款车型原本是 C-450 AMG 后来因为原厂的策略关系所以它更名成 C-43 AMG 同样的拥有 4Matic 的四轮传动系统 搭载的是 3.0 的 V6 双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是 385 HP 峰值扭力 520 Nm 匹配 9 速的自排变速箱 实力非常的强悍 但是在新一代的 C-Class 上面 这个车型将会更名成 C-45 这是因为它将采用 A-45 上面的 M139 2.0 涡轮增压引擎 也就是说新一代的 C-45 它的引擎排气量 会降了一个公升 虽然如此 它的引擎输出还是非常的出色 最大马力可以达到 416 HP 峰值扭力 500 Nm 所以相信它的加速表现并不会比排气量更大的 C-43 差太多 至于为什么新一代的 C-Class 都采用这个 2.0 的涡轮增压引擎 这主要的原因就是全球排放法规越来越严苛的关系 但是使用这个小排气量的涡轮引擎对我国是有好处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国的这个引擎是根据排气量来征收入税 2.0 公升的引擎每年需要佼佼的入税肯定比 3.0 的引擎更便宜 说不定未来这个 C-45 车型在我国发布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它成为爆款的车型 第二则新闻 Toyota Yaris 在欧洲获着年度风云车大奖 在这里我们要说的是 亚洲版的 Yaris 和欧洲版的 Yaris 并不一样 欧洲版的 Yaris 采用的是全新的 TNGA GLP 平台 并且采用 Dynamic Force 1.5 的引擎 所以整体的实力非常的强悍 在 2021 年欧洲年度风云车评比 它就击败了 Fiat 500 获得了这个大奖 值得一提的是 一般上日系厂商都很少获得这个欧洲年度风云车的大奖 上一台获得这个大奖的车款 还是 2011 年的 Nissan Leaf 至于 Toyota 本身在上一次获得欧洲年度风云车大奖 更是在 2005 年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次 Yaris 获得的这个欧洲年度风云车大奖 对于 Toyota 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肯定 证明了这个 Dynamic Force Engine 还有 TNGA 平台 广受欧洲消费者的欢迎 其实实际上我国也有非常多 TNGA 的车款 不知道你喜欢哪一款呢 第三则新闻 Proton Iris R5 赛车公出售 你要左驾跟右驾都提供 Proton Iris R5 是 M1M 打造出来 专门为了参加这个 R5 拉利赛事的车款 而原厂最近在他们的官方面子书上面公布 他们会打造这一个市售版本的 Iris R5 公销售 虽然它是 Iris 但是实际上它这个整体的架构 跟普通版本的 Iris 有非常大的差别 首先它采用的是 Dow Sizer 1.6 公升 4B10T 引擎 也就是 Evo 10 上面的引擎 同样的因为它是这个拉利赛车的关系 所以它支援四轮传动系统 加上这个车身防滚龙等等的设计 让它的操控表现比起普通版本的 这一个 Proton Iris 还要强悍不少 而且因为这台车在 R5 赛事上面 获得非常好的成绩 所以很多的爱好者会询问这个 M1M 是否能够打造出这款车来销售 而现在原厂也给出答案 就是可以 虽然这一次原厂并没有公布售价 但是根据之前的消息 这一款 Iris R5 它的售价高达 14 万欧元 如果换算成马币的话 已经超过了 60 万令吉 可是以厂车 而且是专门为拉利赛事打造的厂车来说 这个价格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也不是我们这种一般民众可以买得起的 第四则新闻 BMW 3 系列长轴版可能会在今年登陆我国市场 在之前 BMW 3 系列长轴版只在中国市场销售 但是这一次 BMW 把它带进了右驾市场 在印度市场发表之后 这款车也迅速了在我们的邻国泰国发表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泰国发表的三系列长轴版也就是 G283 系列 其实是在我国生产并且出口到泰国的 也就是说我国在未来同样的也会引进这款车型 普通版和三系列长轴版最大的差异就是它的轴距 在其一的细节上面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普通版的三系列轴距为 2851mm 至于这个长轴版则是达到了 2961mm 长了110mm 所以说它的这个车室空间表现肯定会更出色 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是五系列和这个三系列的长轴版 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最后一则新闻 不过这个是个传闻 也就是 Proton 的 XV11 计划启动 它可能会是 Proton 的下一款 SUV 车型 这个 XV11 在吉利其实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吉利豪越 是一台七人做的 SUV 车型 它基于了吉利的 CV 平台打造 其实这个平台是一个 MPV 的平台 上一款基于这个平台打造的车款 就是佳基 而GC Proton 已经启动了这一款车的计划 在未来这个豪越也会成为 Proton 的下一个车型 从七人做的设定 我们可以知道这一台车是一个家庭 SUV 其实也非常符合马来西亚市场的需求 它采用的引擎配置和这个 S70 是一样的 也就是 1.8 公升的 TGDI 车型 还有七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最大马力表现是 184 PS 峰值扭力 300 Nm 其实在我们之前前往中国基利的研发基地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了基利的未来计划 确定了 XV11 也就是豪越的平台 未来会供 Proton 使用 所以这个消息并不是空穴来风 大家期待这个豪越变成 Proton 的车款吗?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以上的五则就是我们本期每周360的新闻 大家觉得以上的五则新闻里面哪一则新闻你最感兴趣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好啦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五刀 dzieci 个 bacteria 还打开